下面我就先把这个系列的开篇词搬过来 说的是为什么说绝望主夫是学英语的最佳美剧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个剧里面的人物 几乎全部都是美国西海岸的中产阶级成年人 为什么这个是优势呢 因为我们挑选学英语的原生素材 有几类是明显不太合适或者不理想的 比如太市井的 像黑人英语 或者太随意的像青少年英语 或者地方性太强的 比如现在的英国各地的人的日常口语 或者美国的一些乡下地区的口语 这些都不是理想的学习对象 而另一个极端也不合适 比如律政剧 警匪剧 历史剧 硬科幻等等 他们的语言学习难度又偏大 一般学生很难自己判断里面的台词 哪些是老外日常用的 哪些其实很少用 相比之下 绝望嘱咐的台词 内容都来自于当代的日常生活 而且词句严整 通顺 规范 格调记不过高 但也绝对不low 同样用简单的词 组合出来的也是好句子 比如我们比较一下两段素材 都是说男人爱撒谎 一个是绝望主妇Bree的画 另一个是个大白话版本 而且绝望主妇里面的演员 个顶个都跟播音员一样 说话字正腔圆 吐字清晰 发音到位 没有像Matthew McConaughey这样的 嘟嘟囔囔的表演风格 另外即便是跟类似的其他剧比较 《九万主妇》的学习价值也要更胜一筹 比如说老友记 他也具备前面说的那些优点 但它毕竟是个情景喜剧 情景喜剧为了保证每隔几分钟就有笑点 就免不了要充斥各种双冠 也遇遇各种梗 使得他的台词难度可能反而高于平常 最后《九万主妇》还有一个杀手锏 就是每集里面都有好几段的旁白 这些旁白对于想要通过看剧学英语的人来说 是格外珍贵的 因为它不是口语的题材 是书面语 这就弥补了影视英语的一个短板 只有口语 而且这些Mary Alice的旁白内容很精彩 朗读也很优美 相当于我们每学一集的口语的同时 还欣赏了几段颇有文采的小短文 如果拿食物来比喻的话 《绝望主妇》这道菜的营养 比一般的美剧都更均衡 OK 今天就是专门解释一下 为什么总是用这部剧 同时也算是推荐大家用它 来做学习英语的素材 后续我也会继续找合适的段落 来跟大家一起学习